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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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Programming Design 節目 上集同學已經講過 臨近尾聲 今天會和大家研究一下 把Away和For Loop合併一起做一個比較經典的program 這個program是做一個排序 早前有朋友跟我說 為何這個節目不提供program曲給大家 其實我之前已經跟大家說過 我盡量都會用一些比較簡單的program 給大家做一個練習 既然這個program比較簡單 曲也不是太多 我也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可以自己嘗試輸入每一行的program曲 在輸入的過程 大家可以如果發覺有錯誤的話 自己可以研究一下錯誤在哪裏 這是我們的寫作經驗 如果每次都用我提供program曲的話 其實在對你自己寫的時候 經常會出現問題 反而在現在 你跟著我去做的話 反而可以多練習 當你自己去設計自己的program的時候 你發生錯誤的機會就會少了 所以我仍然保持這個作風 我就不提供program曲了 所以大家盡量可以自己去輸入 好 看回我們今天的例子 這叫做氣泡的排序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在很多書中都說過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program 首先我假設有六個不同的數字 這個數字的排序現在是亂的 我們怎樣把這個排序 我想把它排成一個順序 你一看到現在一會在最底 九是最高的 最後的結果會把九放在下面 一會在上面 由細至大排列 你會看到到時好像氣泡的變化 由細的慢慢浮上頂 好 我看看這個原理是怎樣做 首先我會做第一次比較 把上面最高的兩個 我做一個比較 如果發覺 上面那個是大 下面那個的話 我會把它調轉去放 好像現在九和七比較一下 發覺九是大於七的話 我會把兩個調轉 然後下面那些我會保留的情況 然後我會做第二次比較 第二次比較 我會把那個比較放到下一格 把九和二做一個比較 現在發覺九是大於二的話 我會把兩個數字調轉 你會看到這個九會再下一個層 然後這個數字暫時還沒有變 我做第三次比較 就把九和四比較 發覺現在九是大於四 所以我把兩個數字 繼續會調轉 然後去到第五次比較 就是這樣 把九和五做一個比較 仍然九是大於五的話 我們會把九放在下面 最後第五次比較 把九和一再比較一下 發覺我們九是大於一的話 我們會把九放在下面 形成了 你會發現九本來是最上層的 經過五次比較之下 它就會慢慢慢慢去到最底 你會看到最大的數字 現在去到最底這個行 我完成了五次 這是一個組合的比較之後 我們會發現九就去到最底 我們會再做一次 這次因為九已經去到最底 我們不需要做五次 我只要做四次 同樣的方法 你會發現到 現在最頂的七 就會去到 尾二的格 如果我再做一次 你會看到 把四 沉到尾三這個位置 如果我再做一次 就會 五 沉到尾四這個位置 如果我再下去 二 也會去到尾五的位置 你也會看到 這六個數字 已經排成一個 由細至大的排序 其實我只是重複回 我們第一次 剛才這樣做 做完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數字排序 看我們這個 基本排序的概念 大家可能未必那麼清楚 我們再看看 程式我們如何運作 程式我們是這樣寫的 我們有兩個for loop 這個for loop 就是一個大的for loop 包著一個小的for loop 而裏面 你會看到 我們做了一個比較 一個lum j 和一個lum j加1 兩個是一個不同的數字 假設如果j是1 意思是說 我們看看 這個lum1 是不是大於lum2 因為j加1 所以這個是lum2 把兩個數字比較一下 如果比較完之後 發覺 lum1是大於lum2 我們會把兩個數字 調轉 這個調轉方法 其實我之前已經說過了 我們不詳細再解釋 再看回這個程式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 i 是5 這次我們這個for loop 上一層的for loop 我們 i 會由大到小 由5 慢慢每次去減1 所以我做第一次for loop 我們裏面的for loop 會走五次 當我第二次再做的時候 裏面的for loop 會走四次 就像我剛才在圖裡 顯示 我每一次做的 我時候 的for loop 是少了一次的 好 我看回這個程序 現在我們看看 i 是5 因為我由5開始 去到第二行的時候 現在的j 是由1開始 j 1 去到多少呢 是小時候等於i i 現在是5 代表我們這個for loop 是會走五次的 而每次 最後 j 就會加大1 好 接著我們做一個比較 我看看這個比較 這個 j j 在現在來說 是1 我檢查一下 是否大 1 2 j加1 等於2 所以這個位置 是1 2 把兩個數字比較一下 就看看我們 這個位置 一個是9 一個是7 1是9 2是7 所以 這個if 是正確的 所以它會去到 裡面運作 把兩個數字 調轉 所以現在 你會看到 1 1 變成7 2 變成9 完成這個for loop 之後 它會再向上一層 去分 這部份 現在 j 已經加大了1 所以 j是2 來的 我再比較一下 現在 現在 在這個if 裡面 lum j 變成2 lum 2 看看是否大 lum 3 意思是 把這兩個數字 做檢查 檢查 現在發現 是正確的 因為 lum 2 是9 lum 3 是2 所以這個if 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繼續把這兩個數字 調轉 所以 lum 2 變成2 lum 然後 for loop 還未完 我們去到 j 等於3 我們比較一下 這部份 lum 3 等於9 lum 4 等於4 所以這個if 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繼續把這兩個數字 調轉 現在 j 最加大了 所以j 是等於4 就是這部份 看見 9 是大於5 所以 兩個數字 繼續調轉 lum 4 變成5 lum 再繼續下去 現在j 等於5 檢查一下這個if lum 5等於9 lum 6等於1 所以我們要把它調轉 完成後我們上去 現在 因為 j 再加大 j 變成6 這個for loop 就代表 已經完結了 我們不會再運行下面 if 的部分 我會跳出 這個子 for loop 外面 for loop 外面 本來是i 等於5 因為每執行一次 外面 for loop i 就會減1 所以現在 i等於4 完成後 我們去到 子for loop 再走 現在j 會從頭來過 由1開始 但它會走幾次呢 我們看看 現在i是4 j 小時候 小時候 等於i 意思是 j小時候 等於4 也告訴我們 這個for loop 我們會走四次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比較 將 1和2 比 7和2 做了比較 我們發現 7是大於2 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if 就會運行 裡面的程式 將兩個數字 調轉 接著 我們 現在j 變成2 再到下一層 我們再去做比較 7是大於4 是正確的 所以 兩個數字 又會調轉 接著再上去 i 現在變成3 就是比較這部份 3和4 發覺7是大於5 所以 繼續 把兩個數字 調轉 現在 j等於4 就是這部份 我們發覺7 大於1 所以 我們繼續會調轉 兩個數字 再去一層 現在 j等於5 j等於5 沒有關係 你發覺到 已經是大於i i等於4 所以 這個for loop 已經跳出 主for loop 裡面 發覺到 我們7和9 不需要再比較 我們不需要做 因為做的話 我們也是多餘 因為 做完第一次之後 我發覺 9 這個最大數 一定會去到最底 現在 我們回到主for loop 現在 我們再減1 所以i等於3 去到這部份 j從頭開始 從1 開始 這次 我們會走三次 因為 j 我們會做一個檢查 j小於i 現在i是3 所以 j 從1 到3 只是走三次 做一個檢查 這次有點不同 你看到 1 是小於2 所以 這個if 是不正確的 所以 裏面 這個 我們不需要再運作 直接跳到上面 現在 j 再加大 j等於2 再做一個比較 1 2 2 2 是小於3 所以 這個if 仍然是錯的 所以 我們不會把兩個數字 調轉 去到頂部份 現在 j等於3 再比較一下 3和4 你會發現 3等於5 4等於1 而這個if 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會把兩個數字 調轉 現在5在下面 到這裏 你會發現 到這裏 你會發現 j等於4 亦都代表 在這個 for loop 又已經完成了 跳回 外面 主for loop 再減1 之後 i等於2 j 由同1開始 比較一下 這兩個數字 2和4 2是小於4 所以這個if 是錯的 所以這部份 我們這次 亦不會執行 上回到這個for loop 我們j等於2 再檢查一下 2和3 發現 是正確的 2是大於3 所以 我將這兩個數字 再次調轉 然後 回到這個for loop 裡面 我們 j等於3 代表 我們這部份 又完成了 回到 主for loop 裡面 主for loop 現在 我再減1 這個 i等於1 了 回到j等於1 我只做一次 就是 檢查一下 1和2的變化 是正確的 所以 將兩個數字 再次 調轉 現在j等於2 所以 這個for loop 又走完 回到這部份 i- 現在 是0 所以 這個主for loop 也是 完全 執行完畢 我們看看 現在的數字 其實 1到1 6 已經順利 排序了 這是一個 最基本的 排序方法 然後 我們回到 Elipse 裡面 這個程式 我定義了 有一個 是AWay 亦方便大家去看 所以我由 AWay 1 開始 AWay 0 我設定是0 我們不會 把這個數字 做任何排序 所以我由 AWay 1 開始是9 至AWay 6 是1 這個for loop 就是剛才我們在 PowerPoint 看到行的部份 最大這部份 我會再加上 for loop 就想把這六個數字 重新編出來 我們會由 1開始編到 1 1 0 這個數值 不會展示出來 我們執行一下 這個program 完成後 你會看到 這六個數字 完全排序 大家可以跟進螢幕內的資料 就可以輸入 我們的program code 就可以測試到這個program 只不過我建議大家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儘量自己射出來 不要跟著我這個影片中照抄 我們可以從中 會更加了解這個for loop 運作 如果發覺有錯誤 我才會比對影片中的program 最後我提到這裡 因為我錄完這個影片之後 我發覺在PowerPoint裡 這一部份 是錯了 在這裡 你會看到 現在我把4 放到 背3 這位置 其實應該是5 應該是5 去到背3 這位置 在這裡 看到 PowerPoint 有點錯誤了 其實 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原理是一樣的 只不過在這裡 有點錯了 我們也不花時間 再錄過這一部份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應該 這個4和5是相反的 我們只要看我們program 寫的方法 其實是一樣 我們不會出現錯誤 只不過是在PowerPoint裡排錯了 最後我們也說說 下一集 仍然用這個排序的程式 只不過我會加上一件事 就是 電腦 Random出錄的數字 但是Random出錄的數字 如果Random出錄的數字 有可能是重複的 我們如何使用program 將重複數字刪除 要出錄的數字 是完全不同的 究竟怎樣做法 我們留下集 再跟大家研究 今集就到這裏 我下次再見 拜拜